威尼納街头不论餐厅还是名牌商店 通通大门声索冷冷清清 就连耶旦市集都被迫暂停 奥地利礼拜一起全国大封城 由于这已是当地疫情来的第四次 民众都说感觉快崩溃 奥地利总理说疫情升温 是因为当地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肯打疫苗 但未接种的民众认为错不在他们 反贵接种的人为所欲为才酿成传播 另外捷克和斯洛伐克也陆续收紧防疫 现在没打疫苗的人都不能进入酒吧餐厅 斯洛伐克还考虑在耶诞前封城三周 而荷兰因为发生反防疫暴力示威 逼得总理旅特说重话 欧洲再度成为疫情阵阵阵 发国总理卡斯特克斯正式遭突破感染 前几天才和他开国会的比利时总理等官员相继隔离 而面对欧洲疫情升温 美国CDC又将德国和丹麦的旅游警示升到最高层级 名单中还包含奥地利英国比利时等75国 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前往 VVN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